我是鄺炳超 見到神學院退休的童工 我很贊同真愛同行目養約章的內容 因為他紋合聖經的教導 有些人就覺得 不應該引用聖經利未記18章22節 和20章13節去反對同性性行為 因為覺得這兩段經文是屬於舊約的律例 新約的信徒是不需要遵守的 但有兩方面我們要注意的 第一方面我們知道 舊約的律例我們不需要按字面的意思去遵守 但是它的精神和原則我們要守的 第二方面聖經新約有幾段經文 好像羅馬書第一章 是有清楚關於這些同性性行為的教導 讓我們知道 這一種的行為不是神所閱納的 提到這些舊約的律例 我就想起 有些人覺得 其實今天世界很多地方的法律 都接受了同性性行為 所以基督徒應該都去接受 我自己曾經有機會在香港的法律界工作過 我知道香港的法律是很好的 甚至香港的法官都是非常優秀的 但是人總是人 人有一些盲點和限制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將人的看法 凌駕在聖經這個清楚教導的上面 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一起在網上我們來簽署這一份的約章 有更多的課會去推動 弟兄姊妹我們集體的去簽署 這一份真是願意跟從聖經的教導去做的約章 求神給我們勇氣一起去簽署